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颗拖鞋栏终于开花了 在前不久之前我有做一个视频 就是说我这个拖鞋栏了花梗 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个拖鞋栏是我朋友给我的 他说这一颗是超级超级好养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如果知道它名字的人 朋友可以留言给我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叫肉饼 应该有点不像 它那个叶子就是这种绿油油的 非常好看 给大家看看,你看它又长了一颗新苗 我朋友说它这一颗兰花非常容易长新苗 非常容易复花 我种的拖鞋栏 感觉是一般我种的拖鞋栏 没有说一下子可以长很多苗的那种感觉 我朋友说它可以 它说它一下子有时候长了两三颗苗 我说好吧,最好是多长一点 到时候呢我可以 多种几颗送给好朋友 它真的是很美 你看它那个 上面这个纯斑 旁边又有白的 然后我观察它里面 最主要是里面 你看它有点像 果冻的感觉 好像有点水 可是我不敢去喷 今天是它第三天 今天是它第三天 开花第三天 非常非常的棒 拖鞋栏呢是属于地生蓝 所以我种拖鞋栏一般都是用盆土 我是买那种兰花的状用盆土的 上一次有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大家没有盆土的 可能用那种正常的盆土也可以 当然你可以用比较好一点的 可能它 养的会比较好 我感觉我这个呢 是我朋友帮我买那个盆土 它就非常好 你看它那个叶子 绿油油的真的很棒 上面呢也有 稍微教一点点我那个 正常的水苔 不是水苔 是那种小的吧 就是树皮 我以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去买了很大包 浇水呢我一般都是用泡盆的方式 因为我这个是放在车库里面 所以呢我泡盆是 泡个十五 十至十五分钟 然后呢它这个 像这样子 我可能明天就会再泡盆了 有点干一点我就会泡盆了 因为拖鞋栏呢 比较 然后我喜欢湿润 以前我曾经有一个拖鞋栏 就是说 我去旅游回来的时候 死掉了 就是因为它 没有浇水 上面是上面就是 淘汰只是那种 好看的作用而已 其实拖鞋栏应该是挺好养的 我希望呢我以后呢多养点拖鞋栏 它的花期其实也很长耶 嗯 这是它第一次在我家开花 我朋友说它应该可以开三四个也没问题 真的是很美 拖鞋栏应该没有香味 所以我今天呢还没有到今天的第三天没有闻到香味 我今天呢还没有到今天的第三天没有闻到香味 如果当当看它的话呢就真的是很美了 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